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果中黄火之称 但因品种不同产期也不一样 一般来说 荔枝盛产期大多集中在5月上旬到6月中旬 因产期过于集中且不易储存等因素 往往会有滞销和价格崩盘的现象发生 但是今年可能受暖冬影响 荔枝龙岩开花少 结果率低至一成左右 农民一年来的辛苦 连成本都无法回收 这是除了台风灾害以外 近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荔枝通常是清明节的时候开花 开得很旺 这时候开始授粉 授粉以后大概两个礼拜就成果了 这个荔枝还有新叶子 可是新叶子之前都应该涨果的 今年都不涨果 大概就是气候的关系吧 正常吃整颗都要这样子 结果现在就只有那大趴 受荔枝不开花的影响 年代的蜜蜂因为无花可采 今年也将是无荔枝蜜可吃的一年 因为担心非洲猪瘟的蔓延 政府禁止生厨鱼来喂猪 而某些县市则是必须要彻底加热杀菌才能够用厨鱼来喂猪 过去黑猪大部分都是吃厨鱼居多 也协助降低厨鱼的处理负荷 不能够厨鱼喂猪影响很大 近期因为非洲猪瘟事件的爆发 相关议题引起不少热议 而厨鱼不但有卫生隐患的问题 也可能成为猪瘟的传染媒介 令吃厨鱼长大的台湾黑猪成为种事之地 因为厨鱼很混杂 可能经过几万个家庭过来的 那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病菌的残留 所以基本上不管有没有非洲猪瘟 进到我们厂里面第一关就是高温蒸煮 那蒸煮就是利用锅炉产生蒸气去蒸煮它 把它煮熟煮烂了 那至少照规定中间温度90度以上 至少还经过维持一个小时 那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五菌的一个状态 根据环保署的统计 一头成年黑猪平均每日可消耗5到10公斤的厨鱼 也就是说3000头猪的养猪场 每天消化约30吨的厨鱼 相当于10万人的厨鱼量 大大减轻了对环境造成的负担 黑猪的长道比较算是比较短 比较小 所以它吸收能力没那么好 那一样一公斤的饰料 那个白色猪它可能会吸收到八成的营养 可是以黑猪来讲的话 它只能吸收到四成到五成的营养 所以相对的它的燥肉 焕肉率会比较差 厨鱼养猪有其历史背景 以及文化脉络 长年来也协助解决环境问题 而对于猪瘟事件 政府更应在各方面做好把关及配套措施 不要贸然断绝厨鱼养猪 以免因滞养成本过高 造成本土黑猪产业的负担 让蕴藏在台湾黑猪身上的基因宝库 可以传承下去